鬼龟,一种刻印在壁画中的宝可梦 在某次被考察队用日光灯照射后 便从画中走了出来 背上背着日鬼 因此非常了解时间 属性岩石加超能 种族值205 当鬼龟在强烈日光的照射下退去表皮 就会进化成龟鬼龟 身上环绕的超级气场 似乎能影响生物的基因 种族值350 可以利用日鬼一口气吸收大量日光 发挥出去的威力甚至能熔毁大坝 当它彻底退下外表皮后 就能最终进化成 四日神君 周神气场据说能让生物回到几亿年前的基因组 曾有研究者声称 四日神君能够扭转时空 因为即使24小时监控 它也会突然消失 据说是在时间与空间的夹缝中漫步 其拥有470种族值 梦特魔法镜 普作为专属特性回归之轮 效果如上所述 玩法上马 四日神君可以当双打大叶 超能速度的发动机 只要不遇上集火和化学变化气体 就能利用专属特性重铸超能熔光 再配合精神场地下的广域战力 再见了你嘞